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不下来就丢进蒸烤箱 在蒸的过程中和虾的鲜香飘得满屋都是 接下来就是第三天把米饭挑出来 吸收了虾的精华 颜色变得粉嫩 这一碗又滑落三个小时 我是绝对不会浪费的 锅里宽油倒入和虾 炒出虾油 这个虾油用来炒菜真的贼香 炸完之后放你破壁激励打成虾酱 这可是半面的好食材 我还用火腿 干贝 鲍鱼 猪蹄 鸡鸭熬了一锅爆汁 经过炖煮 过了一条长渣 高级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调味 加入一点玉米淀粉使它变得更加浓稠 一整锅满满的胶质 全部的食材都在这里啦 米饭还要加入两颗蛋黄抓拌均匀 这道菜真的一点都不难 炒饭有什么难的 炒到绿地分明 加入虾酱和爆汁继续放肠 真正2000只虾的精华都拢缩在这一碗炒饭里 撒上点飞鱼籽装饰一下 在吃之前真的是想也想象不到它的味道 每一粒米饭都像鲜活的小虾 鲜味在嘴里乱蹦 真的是极致的鲜香 这就是吃虾不见虾的鲜虾炒饭 想要生态广丽又广补嘴的来试试这个荞麦面 这个面饼是肥油炸的 配料包也是干干净净 平时我会加点一个蔬菜包 用开水烫三分钟就好 营养又健康 放上蔬菜 再来两个鸡肉丸增加蛋白质 淋上这个焦麻鸡酱包 腊中带麻 麻中带香 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展卖夏天生 爱吃鸡腿排的注意咯 圣农鸡腿排的活动来了 你们看我的冰箱 满满的都是圣农鸡腿排 就知道我有多爱它了 一共有两种口味 八戚黑椒 爱吃辣的 也可以试试创虾麻辣 而且养殖过程 零激素未养 吃着放心 它是整块去骨鸡腿肉 不用腌制 煎的时候带皮的一面线下 煎至金黄在方面 五分钟就好 也可以用空气炸锅 皮面会更焦香 一口下去满满的肉干 而且肥肉味 肉质紧实 多吃到会爆出来 夏天快到了 我还会用它做生菜管理的鸡肉卷 这么好吃还方便的鸡腿排 赶紧囤一步 我又发现了新口味的黑胡椒 柠檬海盐 真的最好吃 量比普通的这种多很多 一瓶更平六瓶强 平时热做土豆泥 捡个鸡排 牛排 捡个蛋 拌个沙拉 都很方便 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加一点 瓶口可以调节粉末的粗细 混合了柠檬碎 海盐黑胡椒 我都快用完了 我一直很好奇 500块钱一颗的包子 到底是什么味道 让你们更加食材 就知道真的好贵 赶紧给我点个蛋 不过分吧 把准备好的肉类 倒进汤锅里 加入清水 猪蹄 铜骨 小母鸡 提供足够的胶脂 趁着煮高摊的时候 来搂个包子皮 今天用的是 古老的三硬三软的揉面方法 只有面团经过了三次揉摔醒 才能使得它变得 柔软 轻薄 劲倒 不一破 像这样不停的拉伸 直到拉得很高 也不容易断裂 这一步是真的费手臂 接下来把剩余的面粉 裹进面团中 继续揉捏摔大 直到光滑的面团 用个网道扣煮 洗面20分钟 好的差不多了 稍微过滤一下 遇到其中的长渣 就得到了一份纯净的高汤 把准备好的佛跳墙食材 放进砂锅里 淋上高汤 小火炖煮40分钟 这里其实就可以直接吃了 这就是家庭版的佛跳墙 但是佛跳墙大家都看腻了 作为美食博主 当然不能这么简单了 把砂锅中的食材捞出 切成小丁 再倒回到汤里 稍微搅拌一下 除了高汤 佛跳墙的食材中也富含丰富的嚼质 仅仅只需要一个小时 就变成了像这样子的汤冻 洗好的面团分成小鸡子 打米的时候要注意尽量的大而薄 中间盖上一碗薄跳墙汤冻 用薄包子的手把薄起来 水开上锅蒸 只需要七分钟就好 你们看 因为包子皮足够的薄 甚至能看到你们的食材 汤汁是一点都没漏 甚至还是短短的状态 有西广西的包子没有见过吧 吹糖可不得包子皮 用筷子一桶就破 先掉眉毛 早早不要出去买啦 在家自己做 五块钱就能做一大盆 今天有电饭堡来做 每个人家里都有吧 简单还方便 真的是有手就行 记住哦 所有的容器和工具都要用开水烫一遍 要不然你就等着长黑毛吧 提醒到一屋开水放凉 糯米真的差不多啦 我真的比较多 需要沉出来 温度控制在35度左右 要不然酒取一倒进去就被烫死了 倒入提前亮好的开水 搅拌均匀 倒入内档里 用擀面杖孔个酒哦 切记不要完全密封 放在温暖地上发酵三天 打开保鲜膜 就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的酒液 稍微的过滤一下 就可以装瓶了 装酒的瓶子 记得也要用开水烫一遍哦 剩下这些糯米可千万不要丢 这些就是牢骚 可以用来做超多好吃的甜品 第一个来做个米糕 打好的米浆放凉 加入酵母 白糖静止发酵30分钟 倒进蒸容里撒一点桂花 特别浓郁的大米香气 松软到会回烫的那种 第二道老糟甜品 怎么能少而料我酒量小丸子呢 香甜Q弹简腻又爽口 第三道 炒作者可是以前贵妃吃的哦 而且还特别的简单 牛奶中的蛋白质 遇上了米酒的双性物质 加热之后便会凝固 变成豆花的样子 吃进嘴里细腻顺滑 奶香和乳香完美地融合 这应该是我夏天最喜欢的猪肉吃法了 我用的是里脊肉 只要简单的滷一下 稍微入个底味就可以 黄豆酱和甜甜酱是其中的灵魂 炖煮一个小时左右 炖煮的时候我们把辣椒处理一下 煎好之后泡下水 炒的时候就不容易糊过啦 肉滷的差不多了 洗去表面的油墨 长温或者放进冰箱 冷却定型等会更好切 如果你压口好就顺着纹理切 会比较有嚼劲 油要稍微多一点 利用高温把猪肉中的水分全部逼出来 我比较喜欢吃炸干一点的 这样口感会比较好比较有嚼劲 另起锅油放入先前准备好的调料 如果比较能吃辣就像我一样加点辣椒粉 吃不了太辣的就可以不加 充分的翻炒均匀 来每一片肉上都裹上辣油 看看这油滋滋的表面能否好吃吗 最后撒撒一点吃嘛 这个人吃猪肉干真的是麻辣鲜香 片状的会更入味一些 调状的更有嚼劲 里面的肉都是这样一丝一丝的 夏天下班回到家配个小酒 真的是超爽 一次可以多做一点蜜蜂保存就好 炸的越干保存时间就越久 快做给你 把排骨的骨头换成薯条能有多好吃 提起锅的肋排切小段放进锅里 煮的时间可以稍微久一点 煮开之后捞出迅速的锅一遍冰水 这样就可以骨骼分离更好的脱骨啦 但是没有骨头的排骨是没有灵魂的 我总是用土豆来代替 稍微切厚一点然后切成长条 塞进排骨中代替骨头 洋葱打底放上青红椒 整齐的麻山排骨 香料家里有什么就放什么 盐 生抽 蚝油 两罐啤酒 还有一点清水没过排骨 小火慢炖直到排骨完全入味 其实这时候就可以吃了 但是薯条嘛还是要炸一点 把排骨铺在案板上 撒上油炸粉 油温升高后再下锅 让排骨表面变得酥脆 而且紧紧地包裹住薯条 这样口感才好 喜欢吃辣的撒点辣椒面 也可以用其他自己喜欢的调味料 炸得酥脆的排骨紧紧包裹住了薯条 一口下去两种口感 外面是略带嚼劲的肉感 里面却是软糯的土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是谁说泡面的图片 只能仅供参考的 竟然都自己做了 肉蛋了要切大块 要记住一定要人睡下锅 慢慢的升温 才能去除血沫和伤味 不会出现外面已经熟了 里面还是生的情况 切点洋葱的番茄 先下锅炒出香气 一勺豆瓣酱可是红烧牛肉的灵魂 再来点料酒和生抽 最后放入番茄 虽然已经很香了 但是还不能吃 还要用砂锅炖煮一会儿 才能更加的软辣味味 加入香料 再来点黄冰糖 这么好的五汁可无能浪费 放点牛肉丸和鸡蛋 因为又加热水 所以需要重新调味一下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 看看这浓郁的汤汁 用筷子一夹就撒的牛肉 你知道口感有多好吗 就这一勺用开水化开 就能煮一碗泡面 附上大蓝的牛肉 放上青菜 卤蛋 小葱花 谁还敢说我的红烧牛肉面 图片已实际不符 大口吃肉的感觉真的太过瘾了 面条Q弹嫩花 还吸煮了汤汁 就这一碗谁能顶 端午快到了 学会这一道回家禁掉所有人的下巴 先把鱼籍剪掉 沿着鸡骨两车切开 那时不要切断 鱼尾修一下 用剪刀剪下竹骨 剃掉剩下的鱼刺 在鱼肉上打上网格花刀 尽量深一点 你们看像不像龙铃 加入屈芯三剑刀的屈芯 用厨房纸洗干表面水分 撒上一层淀粉尽量抹匀一些 黄瓜切小块 充断小红猪 等着这时候来准备一下龙舟上的财宝 海鲜 蔬菜粒 炒水后捞出 用盐 鸡精 蚝油 简单调味 水淀粉勾芡 油炸这一步很关键 油温升高 先把油倒出来 把鱼放进锅底 再把油淋回去 这样就不会破坏鱼的外观了 淋上提前熬好的糖醋汁 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 最后装入财宝 端午家节得搭配一瓶好酒 今天我选的是洗酒叫长1988 和龙舟鱼的刀工一样 洗酒的酿造过程 从选材工艺等方面都精益求精 每一个环节都坚守降薪 打开盖子浓郁的香气就飘了出来 口感上降伤突出 唇厚锋芒 细腻体勁 回味悠长 快到端午节了 选择一瓶喜酒 不管是送人还是自饮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完全没有鱼刺 裹着糖醋汁的鱼肉 再加上这美好的 一到晚上就特别想吃杂窗 我就知道夏天是真的到了 而且还要搭配上我的秘密武器一起吃 夏天开心翻倍 外面杂窗都太大了 我喜欢这样一口一个 然后种的也多一点 破锅料真的是杂窗神奇 轻轻松松就可以创出好多种 再来一个带着炸衣的鸡米花 土豆片放上我超矮的虾滑 插上竹签切切小块 尾巴板上皮筋 这样炸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说起夏天除了杂窗 当然是吃冰了 今天吃的是珍稀生牛肉冰淇淋 我最喜欢的是白桃乌龙和青甘蜜瓜口味 酒保白桃加上我们福建的铁观音 味道清新 深牛乌冰淇淋超浓郁 米花口味里居然真的有果肉颗粒 搭配上青甘普厄一口就让人觉得清人心脾 还有这个珍稀牛肉黑巧克力冰淇淋 里面有很多的大块巧克力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油一定要多一点油温升高了的下锅一串一串的小小的超可爱 整齐的摆进九宫格里摆不下的就做成炸串花送给你 这个炸粉配方是烤肉店老板告诉我的 记得保存真的居好吃 轮热的夏天满路了一天回家躲在空调房里 吃完炸串再来个奶香浓郁的生牛乳冰淇淋 幸福感直接拉满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家里吃不完的米饭不要丢像我这样做 米饭加点油来点黑胡椒 大虾去壳去头去虾线 加点蛋清增加粘性 脚打成泥 装进裱花袋里 在煎锅上挤成长条 煎至定型 再来一碗比我妈做的还好吃的馄饨 4小时熬制的鲜美鸡汤搭配非油炸的馄饨 提饱肉后一颗馄饨一口肉 做法也很简单 把食材丰富的蔬菜包倒进去 加入开水 5分钟开水一冲就能吃到现煮版的馄饨 再倒入预留好的鸡汤包搅拌均匀 我是开小灶王牌中炒官 饿了就吃开小灶 618转散架减6元 赶紧冲起来 海苔上铺上芝士片 顶部来点米饭 这样粘的会比较紧 下条的长度和海苔的宽度一致 把之前拌好的米饭压平 尽量压得扁一些 两边都要包裹住哦 小火慢煎 刷上照烧酱 要煎出锅巴口感才好 饭团也好啦 给你们听听的锅巴有酌脆 来点黑白芝麻 焦香的锅巴中间是流星的芝士 还有Q糖的小花 再来一口可可饱满 吸煮鲜美鸡汤的馄饨 快做给压力的人吃吧 我是真没想到 平时又腥又油的猪皮 居然能折那么好吃 加入清水多洗几遍 清洗干净后放进锅里 清洗三件套带来排上啦 准备一盆冰水 把猪皮放进去 这样口感会变得更好 看到背后这薄薄的油脂了吗 全部都要刮下来 然后呢切成小块 平铺在烤碗上 上面再压一层 要不然猪皮收了就会卷起来 天气好的可以直接用太阳晒 像我就直接用烤香烘干啦 烘干好的猪皮是这样的硬斑斑 敲起来奔奔响 先烤一片给你们看看 这个过程真超治愈的 铺的一下就充满起来了 一次可以多做一点 这个可以保存很不久 教你们两种简单的吃法 切成小块 抹在油纸上 直接撒上点辣椒面 这就是非常好吃的淋嘴 另外一种把它泡软 下锅再煮一下 淋上酱料 柔软附有空中的猪皮和西竹汤汁 直接嚼着这种吃起来又香又脆 凉拌的特别的香 芽梅应该是唯一种明明知道的小虫子 但是我还愿意吃的东西 刚买滑的芽梅一定要浸泡过盐水 用西瓜来去盒 大小刚刚好 全部落进锅里 稍微的压一压 但是要保留点颗粒感 多余的汁咬出来 后面还有用哦 来点柠檬汁水淀粉 让它变得浓稠起来 像这样就好了 第二个来做个芽梅芋圆 这样做出来的芋圆不仅好吃 颜色还特别好看 煮芋圆一定要费水下锅 快速的烫熟 浮起后锅一遍冰水 口感会更好 第三个是夏天少不了的冰淇淋 打发的奶油搅入芽梅果酱 再次搅拌 铺在碗里 装点几个芽梅果肉 你们也可以用其他水果试试 口感成的很不错 还记得前面的芽梅芝麻 我把它冻成了冰块 用爆冰机搅成沙冰 把前面的芋圆果酱冰淇淋搭配在一起 这才是芽梅的真正打开方式嘛 第四道你们肯定都吃过 芽梅真的特别适合夏天 它有解暑消食的作用 小时候拉肚子还可以吃点芽梅纸屑 但是一次不要吃太多 它有点上火 第五道是我的最爱 一层芽梅一层黄冰糖 倒入高度白酒 趁着季节还没过 赶紧去尿一壶 颜色真的超好看 朋友来家里小桌一杯 别提有多惬意了 这一桌看着都觉得结束 每一道都酸甜可口 这样的芽梅宴你们喜欢吗 快就给你爱的人吃了 这么咸的笋 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吧 竹笋中有酸色的味道 焯水的时候可以加点米饭吸附 今天用到的是 金融鱼外婆香小炸菜籽油 压榨工艺小炸风味 刚打开就可以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是一种小时候的菜油香 油热之后加入姜片 排骨 咸肉 葱节 再来点花雕酒 菜籽油不仅仅香 还能去腥体味 煎至表面微焦 倒入清水 加入毒笋 盖上盖子 小火炖一个小时 还剩那么多毒笋 来做个油温笋吧 锅中倒入金融鱼外婆香小炸菜籽油 油要多一点 菜籽油属于风味性油种 烫得很好的激发出调味料中的香味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防炒均匀后 加入热水 没过竹笋 大火收汁 烟毒线也好啦 撒上点葱花 吸足了竹笋独有香气的汤汁 搭配上咸肉的咸香 还有软烂的排骨和入味脆爽的油焖笋 这样下饭菜 谁能冷得住啊 蘑菇屋的烟毒线真的太香了 快做给大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道菜 被称作满汉全系里的第一道菜 准备来到大黄鱼 家里有条件的 可以用野生的 简单的在鱼皮不破的情况下贴个骨 好吧 这只这个真的有点难 先刮去表面的鱼鳞 选择一个宽度刚刚好的长条 我用那只面包刀 去除黄鱼的鱼塞 两根筷子塞进鱼腹中 撞一圈拉出来 这一步就不给你们看了 实在太血腥了 就只将面包刀塞入鱼腹中 让鱼骨和鱼肉之间分离 千万别弄坡了 用刀背在尾巴敲一敲 用力一折 一整根完整的鱼骨就可以抽出来了 你看学会的方法其实也挺简单的 夹紧水灌进去 只要水不漏出来 你的黄鱼就是鱼骨成功啦 鱼腹中筛入一整根大葱 加入去腥三件套 简单的腌制一下 逛汤嘛 我用的是逛汤包的做法 一共要准备两锅汤 一锅是猪皮增加胶质 另一锅是枕肌和猪骨 熬煮出全部的精华 按一比一的比例搅拌在一起 再来点蟹肉 蒸熟之后 仔细的把蟹黄和蟹肉全部剔出来 先倒入高汤 均匀的撒入蟹肉 稍微的搅拌一下 放进冰箱里面冷藏 做成冻的高汤 更容易的塞进鱼腹中 而且味道也会更鲜美 用虾划分出鱼腮处的开口 撒上油炸粉 均匀的涂抹 油温不能太高 小火慢炸 等到表面微微发印 就要捞出来 用淋油的炸发 淋上有高汤做的芡汁 瞧瞧着麦香 难怪说是马哈全新里的第一大菜 色泽金黄 想起诱人 划开肚皮的一瞬间 浓郁的蟹香和黄鱼的鲜香 就飘了出来 我恨不得插上一根西瓜 直接喝汤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 要问我最喜欢什么 当然就是粉丝啦 绿豆要提前泡上一碗 才可以像这样子研磨成浆 倒进大干里 加一点清水 更好的吸出淀粉 或机上铺上纱布 将绿豆浆过滤一下 这可是个体力活 解完剩下的豆渣也不要浪费 后面还有用 装进你家最大的桶里 沉淀一碗 将上面的液体倒出 最底下的就是绿豆淀粉 我一直很好奇豆渣是什么味道 今天也来做做看 盖上盖 辣椒两天 表面的浮沫可以直接用来做豆渣的影子 这里要注意小火煮 千万不要煮开喽 好吧 这个味道我是接受不了 淀粉也晾干啦 颗粒还有一点太大了 把它研磨细腻 今天要做的是龙口粉丝 别看平时随随便便都买不到 它可是非议哦 配来表真的只有绿豆淀粉和水 调好的糊应该是可以拉丝 而且细腻的流淌 模具也很重要 孔不能太小而且不能太密 水一定要完全烧开 这样面单滴进水里两三秒就熟了 快速地捞出过一遍冰水 来试试韧行 旁诚团放到太阳底下晾干 这样经营Q糖的粉丝就好啦 简单的来煮个酸辣粉 还记得前面的豆渣吗 加入清水煮熟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淡奶油和炼乳 搅拌均匀 自己做的绿色心情 里面的绿豆口感超密实 Q糖爽滑的粉丝 洗足了热辣的汤汁 搭配一根透新娘的绿色心情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一直很好奇 《绝战时尚》里面的这个乾坤浇花鸭 到底是什么味道 一整只新鲜的鸭 拔毛去头 简单单一个颧骨 真的很简单 我也只用了三只鸭而已 鸭汁本身会比较新一点 所以我们要用大量的料酒和姜片腌制一下 我还花了大几百 买了一堆的海鲜 因为这道菜并没有过多的调味 仅仅是体现一个鲜水 来熬一个海鲜清汤 处理好的海鲜 带壳下锅炒一下 倒入清水 中小火炖煮两小时 可以看到汤里面很多杂质并不清澈 加入猪肉米进行扫汤 蛋白质在受热凝固的时候 会吸附汤中的悬浮颗粒 使汤变得清澈 据说的雪莲 应该说的是照着米 沿着好的压缝起来 紧紧留下脖子的开口 将内线从对开口填进去 最后用线绑住 像这样会短短就说明成功了 表皮还要用开水烫一边缩紧 上上用生抽老抽蚝油蜂蜜条的酱料 记得要风干之后再放入烤箱 180度30分钟后取出 拿出提前泡好的荷叶 放上鸭子 煲的时候要小心 千万不要弄破了 最后覆盖上用水打湿过的盐 全程小火炎焗两小时 敲掉外面已经形成硬壳的盐 打开荷叶的时候 热气就像仙气一样飘了出来 看看这颜色就知道虎后刚刚好 用刀拍一下肚子里面还是短短的 剪开一个口子 内线就涌了出来 是不是和电影里面的一模一样 浓郁的海鲜清汤 招搅你的鲜甜 荷叶的清香 全部融入在鲜嫩的鸭肉里